我是范振宏 請大家跟我一起 進出有據 無微無據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財富自然就會來了 記得加入唯一的官方LINE AT帳號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ISTOR海豚范振宏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個是台積跌倒 中小有吃飽嗎 過年前好像開始要震盪了 我們待會一起來看一下盤勢的狀態 第二個就是今天的強烈族群 資金又跑到AI伺服器 散熱還有銅箔機板 經歷上都是AI族群 第三就是AI的新寵盒 美超微財報是超過預期的 下一個會換台廠嗎 因為畢竟大家一直苦等 偉創跟廣達這類ODM公司的營收 一直沒出來 那是不是說在美超微公佈亮眼成績之後 台廠有機會後續跟上 那請記得要鎖定 這個第三階段的一個分享 好那節目開始之前 那我們的這個廣告是越做越喜氣 過年的感覺越來越重了 那龍年開大院同資滿代金 那龍年大吉祥 這個活動優惠不打烊 這個活動期間呢 應該是會一直到過完年了 所以大家過年期間 不好好好思考 要不要來加入海豚 成為海豚學員 那海豚呢 今天最近佈局的股票慢慢開始有在動了 那如果你還想跟上一些還沒動的股票的話 歡迎掃QR Code加入海豚 好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盤了 這個台積跌倒中小吃飽 其實今天中小好像也沒吃飽 雖然說貴買漲了0.22% 是強於上市的 但是如果說 我們來看一下指數的表現的話 加起來指數跌 跌85點 大概說跟台積電跌了6塊錢 跌了0.93%是有關係的 那扣除台積電呢 其實指數也跌了34點 那當然說 除了台積電今天跌之外 今天金融保險跌了0.97% 那非金電也跌了0.84% 那金融跌就不用多說了 就跌金融股 那非金電其實就是 前兩天在撐盤的台積四寶 今天其實普遍都跌1% 有跌到1% 那另外台積跌2% 那另外就是鋼鐵相關的話 全資股中鋼鐵了1.57% 所以呢 今天的非金電相對來說是比較弱勢 那不過呢 這個重電雖然說沒有出現性 不過華晨創了新高 有看大家應該也知道 這是海豚的持股 那目前呢 有機會啦 挑戰這個30%的獲利了 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 加進指數技術面 其實技術面今天沒什麼好講的 不過因為今天有量增 一定大家會想說 今天量增下跌 是不是要完蛋了呢 其實並沒有 因為今天算量增呢 但是估量還是低於 應該說今天的成交量2918億 還是低於月均量的3037億 所以等於說今天還是 頂多算是一個震盪啦 就是震盪過程有一點點出量 但是又沒有說到所謂的量增的格局 就是沒有過月均量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從海豚前幾天講的 有沒有可能 以前都是整理到過年前三天 封關前三天 可能開始偷拉 那現在是因為過年前就先漲了 因為台積電法術的關係帶動 那有沒有可能在封關前幾天 反而會震盪整理呢 海豚是滿希望他繼續震盪整理 因為海豚布局都布局的差不多了 那震盪整理 過程中中小才有機會動嘛 像今天那個華盛對不對 所以呢 接下來幾天 我是覺得 只要不跌破17894 我覺得都不會有太大問題 那過完年呢 還是持續正向看待 因為前兩天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目前的盤 就是儘管你再怎麼不相信他創高了 但他就還是創高了 那美國這邊指數呢 也沒有太明顯的轉弱的一個跡象 美國這邊也沒有明顯的轉弱跡象 都還是維持強勢 雖然說廢伴有一個跳空啦 不過目前格局還是偏多嘛對不對 所以這邊看起來就沒頭太大問題 那有問題的都還是要關注一下 短線類股輪動 那貴買今天雖然收漲0.22% 但是也可以注意到 指數雖然創高 那量能呢 好像稍微也有出來 但是漲跌加速就不太對了 雖然16加漲停 但是疊加速也有547加 那是大於漲加速的388加 所以就輪動來講 其實今天並沒有不像昨天這麼好 並不像昨天這麼好 因為昨天其實是一個很舒服的盤 因為就大家都漲 台積電沒有漲很多 AI沒有漲很多 但是大家都一起漲 遊戲中小琴就漲得比較兇猛嘛 這個其實是大家比較喜歡的盤 那當然還是要持續來關注一下 多空投加速比例的變化 雖然說昨天環境交叉了 類股輪動有轉強的跡象 有轉強的機會 還是要講機會 那昨天也有提到嘛 昨天的交叉 這次的交叉最大問題是 多頭加速並沒有快速的揚起 那反而是空投的斜率呢 是比較大的 這波度是比較陡的 所以說多頭加速並沒有明確的轉強 那今天呢 多頭加速是有來到 28.49%的一個水準 但是呢 這個空投加速其實是有微微的反彈的 微微的反彈一點點而已 所以接下來是要持續關注 這個多頭加速到底會不會出現 比較明確的往上強勁拉伸的一個行情 那常見多頭加速呢 今天 多頭加速居然出現微微的下跌 那我們只能定義說 可能是因為在整理過程中啦 軍線穿來穿去 還沒有出現一個全面攻擊的機會 所以目前啦 只能說短線的族群輪動什麼的 結構開始有好轉跡象 但是真的轉強嗎 又還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 凱的看法是一樣 買碟買黑買支撐 近代後續轉向的機會來臨 那第一階段大概就這邊 那接下來中央大師就是 昨天 今天晚上要公佈這個 JOTOS的止血數 那就業數據一直是F1C FED 關注的中央數據 那明天呢 有小飛龍 新一次凌晨有利率解釋會議 那預估這一次是維持利率不變 不會升也不會降 重點是會後記者會 市場怎麼 應該說 報爾在記者會上 怎麼對於接下來的漲望 還有降息的預期去談論 那再看市場怎麼反應 再來就是 SN的製造業數據 還有那個大飛龍 星期五大飛龍 還有密大消費者行進數據 那接下來我們就持續關注 那過年期間海豚 也是會幫大家關注美股市場的變化 大家也要持續 持續收看海豚的FB 海豚沒舞B的 記得要去搜尋海豚交易室 並且要按讚跟追蹤 好那第一階段大概就到這邊 那記得大家想成為海豚學院 就來趁這次優惠 掃海豚的QRCO 那我們下一個階段 強勢果見 華冠投顧 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甚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星字第015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